Hello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今天是工作日 但是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出门 并不是因为我请假了 而是因为今天香港刮台风 摩羯 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卷的台风 据说最高峰里达到17级 所以说今天是全天居家 其实是很多公司是休息的 但是我们公司今天要求是居家办公 今天就刚好跟大家聊一聊 香港的恶劣天气是怎么休息的 还有就是香港的假期 跟内地假期的一个比较 首先我跟大家聊一下 香港的恶劣天气下的放假制度 香港是有比较明确的标准的 首先跟大家推荐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叫做香港天文台 我建议所有在香港生活的朋友 一定要下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对你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首先香港的恶劣天气 基本上分了两种 一个是下暴雨 一个是刮台风 先说下暴雨 下暴雨其实分了三类的这个暴雨景式的 叫做黄色暴雨预警 红色暴雨预警和黑色的暴雨预警 不管是黄色的暴雨还是红色的暴雨 有这个暴雨信号的时候 你要注意躲雨 但是你不能因此而不上班 那如果天文台爆出了黑色的暴雨预警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不管是上班还是上课都要停止 那如果你还在家的话 那你就暂时不要去公司 那如果你是在路上的话 你就不要继续往公司走 你要找安全的地方躲雨 这个是香港官方的标准 但是呢 如果黑雨慢慢的变小了 它的这个信号下降了 变成红雨了 或者它直接取消了 那这个时候呢 一般来讲在取消之后的两个小时 你就要到公司 你就要到岗位啊 那这个是暴雨的预警 那一般来讲呢 因为雨势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嘛 所以说如果是挂暴雨预警的话 很少你会在家休息一整天的 基本上是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看到暴雨预警了 你可能有可能到中午的时候啊 这个信号消失 你就会要去公司上班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台风啊 那现在香港依然是在挂台风 昨天下午到现在 都是8号风球啊 今天中午12点40以后 从8号改成了3号 现在这个天气还是3号风球啊 那跟大家讲一下香港的这个风球的制度 香港的这个台风它分成了1号 3号8号9号和10号 10号已经是飓风的级别了 那如果这个风球挂到了8号或者是以上的话啊 这个停工和停学的要求就是跟暴雨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在家里啊不要外出 因为外边有可能会有危险啊 那一般来讲的天文台会提前比如说几个小时 或者甚至提前一天会发出这个预警啊 就告诉你明天比如说明天下午4点钟 我就会挂这个8号风球啊 一般来讲公司会在他挂风球的前两个小时 会安排员工放假 大部分公司是这样 当然有的公司是会要求你做到挂台风的 就是挂8号风球的那一刻开始 但大部分公司一边都是会提前一到两个小时让员工回家的 那如果这个8号风球消失啊或者是取消或者是降级成3号以后 两个小时以内你也是要到公司工作的 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啊 如果香港的8号风球在当天的中午12点之前是没有降的 就还是8号假设就像今天一样 今天是中午12点40他从8号变成了3号 那因为超过了12点所以说啊根据香港的这个 这个劳工制度大部分的公司 你今天下午就今天全天你都不用你都不用去公司了 那但是呢今天我也听说有一些公司 他们是要求这个台风讯号下降到3号 开始两个小时以内你要到港的啊 那所以说其实今天下午很多朋友 他们可能下午2点40左右就要回公司上班了 那这里就差距题外话 如果你是深港通勤的话 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应该会非常的被动 因为在台风刚刚结束8号 比如说8号降3号的那个时候 第一可能雨和风还是挺大的 第二呢很多交通它不一定很快就恢复正常 你是不是可以及时从内地啊 比如说深圳赶回到香港上班 在两个小时以内啊 这个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啊 之前呢在香港的8号台风刮起之后呢 那其实香港的股市也会停了 但是在今年的9月23号以后 香港就要刮风不停舍 所以说从9月23号以后呢 即使刮8号台风香港的证券也是会正常的交易的 那我呢很不幸就是一个证券行业的工作人员 所以说在下一次刮台风的时候 应该我就要正常的上班 但可能还是在家里办公啊 那说到了台风的假期呢 其实我觉得香港比较有意思的是大家有个习惯的 就是第一个是会去囤货 就会去超市买一堆的东西 其实不管再大的台风 一般来讲一到两天以内都会过去了 所以说其实你本身是没有必要囤那么多的东西 我见有人在网上发囤了整整一冰箱的东西 其实没有必要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大家的一种仪式感 第二呢就是除了大家会在家里打火锅吃火锅以外呢 还有的就是大家经常会去外边冒着大风冒着大雨去外边喝早茶 那我感觉这可能是另外一种仪式感 但是我也防止大家杠我必须要说一句 台风是一个自然灾害啊 就是大家在台风天最好还是大家家里面不要到处乱跑 因为真的有可能会有危险 那说到了这里呢 我觉得顺便跟大家聊一下香港跟内地的放假制度的区别 因为经常有很多人跟我说说香港的假期很短 所以说就觉得可能春节才放三天四天假 香港的这个假太少了 经常会有人这样说 但是呢其实香港的假期真的比内地还少吗 我们看最近的中秋到国庆啊 我看内地的这个假期安排是眼花缭乱的 各种调休 调休之后呢可能经常有上五休三 上六休三上三休七这种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都是在各种的调休当中啊 那对于香港来讲呢 中秋节跟这个国庆节都修的比较简单 中秋呢是修中秋的第二天 基本上你在中秋当天的下午 我相信大多数公司可能在四点钟左右就会放假 然后你就可以提前回家跟家里团聚啊吃饭的之类的 然后第二天呢可能你头一天玩比较晚 所以说中秋节第二天呢是休息日 那国庆节呢香港就只放10月1号当天啊 那这个是不是证明香港的假期比较少呢啊 我看了一下这个官方的这个一个表述啊 那内地的假期呢每年的假期是11天 那大家虽然说什么春节休七天呢 国庆休七天呢 这个是你前后调休调出来的嘛 你牺牲了之前之后的休息日嘛 但是呢香港的法令假期 那劳工假期呢是有14天 那银行假期呢也就是其实大多数人会休的一个假期呢 每年是有17天的假期 那当然呢香港也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比如说当你的公共假期假设啊 这个10月1号它是在周六的话 那你就跟周六重合了 它就不会补休 所以说这天呢 就是通俗讲就是这天就被周末吃掉了 但是如果你的公共假期是在周日的话 假设你国庆节是周日的话 它就会调休下周一 所以说如果是周日休的话 你就可以连休三天周六周日加周一 这是香港的这个公共假期制度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每一年的假期就不够17天 因为有周末被吃掉的情况嘛 所以说香港的假期 虽然它比较短的很多休一天两天的 但是架不住它多呀 香港不光休我们中国的很多假期 比如说元旦的国庆啊 中秋啊 端午啊 清明啊 春节啊 这些都会休 另外的传统假期 比如说这个重阳节 香港也是有一天的假期的 那除了我们东方的节日之外呢 其实西方的节日 比如说复活节 还有圣诞节 香港也是休息的 那另外还有香港比较有特色的节日 就是香港的回归纪念日 每年的7月1号也是休息的 那所以说啊 大家别看香港的假期 看起来很短是吧 每次休一天两天 又休的比较散 但是呢香港的假期是更容易休长假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可以用年假去补啊 就比如说这个今年2024年的圣诞节 马上就要到的一个节日啊 它本来是25号26号 也就是周三周四是休两天的 但是如果呢你请了23号24号周一周二 还有27号周五的话 你请三天就可以联休九天 它是这样的一个分配方式啊 那其实每年呢香港都会流传出很多 当年的这个请假的攻略啊 如果呢你的年假比较多 你又胆子比较大 你敢请假的话 其实你每年可以拼出好多长假 而香港的年假呢 劳工处的规定最低最低是每年休七天 但是大多数公司 他们可能都是休十天或者是以上的 比如我的每年我的假期有17天 那我算了一下 如果你用2024年的请假攻略啊 假设我拿出16天年假来拼这个长假的话 我可以拼出来两个五天长假 两个九天长假和两个十天长假 所以这么算一下 其实香港的假期还是挺多的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呢 香港的假期它不但休的短 而且它休的很散啊 它可能从1月到12月 在大多数的月份呢 你可能都会至少有一天的这个公共假期 再加上每年都会有的这种 比如说下暴雨休息啊 还有刮台风休息啊 你这样一算 其实每年在香港休息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啊 这个可能跟大家心目中的香港加班时间多 然后加班工作时间长很很卷很累的印象 可能又不太一样了对吧 好那这期关于香港的这个恶劣天气方假 以及香港的假期 到底是不是比较少的这个话题呢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那欢迎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和观点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点赞和转发 当然了你也可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 在知识星球的APP里面搜派翠克同学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